你好 欢迎收看Tnews 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Tnews 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通过新闻来看到内政部7月份公告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有条件的放宽一公顷以下 农牧用地及林业用地可以设置露营场 桃园市官吕局在市议会定期会上标设了将辅导业者提出申请 未来全市有八成违法露营场渴望解套 受到疫情的影响户外露营活动已经成为许多民众出游的首选 但是在全桃园129处露营场中 却只有7处是符合法令规定 其余都是违法经营 市议员刘胜泉指出 内政部已经公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 他要求管理局紧述辅导业者提出申请 中央7月20号公布 那现在法令下来可以开始实施了没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柜局什么时候开始要辅导 局长请回答 如果是辅导的话 什么时候要开始辅导 让这些业者合法 因为他们非常辛苦 他们也希望合法 去露营的人也希望是一个合法的场所 是 对 那个我们已经 今年 开始辅导 可以辅导机场 我们已经开始辅导了 市议员林立林表示 中央放宽规定 对于这些违法经营的业者 以及想要新设露营场的业者来说 能有效解决土地使用的问题 管理局局长杨胜平表示 市府已经订定辅导计划 会以三年为期来协助业者合法营运 我们的这个 目前我们有一个三年的辅导计划 那今年是第一年 那我们大概针对于全桃源 目前129家露营场 已经做过通牌的调查了 那会针对于其中 大概有八成的露营场 按照这个新的 这个可以放宽的这个法律 如果要新设呢 新设一样 它只要符合那个条文所放宽的规定里面 只要符合土地使用的规范 都可以来申请设立 内政部放宽使用面积在一公顷以下 相关露营设施不超过露营场的10% 就可以设置露营场 但是位在土石流浅室溪流 灾害敏感区 水库蓄水范围 国有林地事业区等 仍然不能经营露营场 捷运三音线明年即将完工 现在新北市交通局正在建构周边 成为兼具观光与都市发展的交通转运站 而地点就位在LB08捷运英哥车站旁 借由人本路廊的串联台铁 还有捷运公车U-Bi等大众运输和停车场 形成一个完整的公共运输区 在今年底就会完成 三音交通转运区周边各项的工程正在加紧脚步当中 为的就是迎接明年即将要完工的捷运三音线 除了我们把转运的公车停靠的充电功能之外 那停车场在南北两侧都有停车场 也有机车停车场 然后让大家能够就近前往美术馆 或者是搭乘捷运来的时候 能够在这边转乘公车 那这些转运站的公车路线 将来除了我们原来的星巴士 还有这个地区的这个公路客运之外 那我们也会开辟一条新的这个 绕死阴哥地区各个风景点博物馆 那这些据点让大家有机会 慢慢的来赏这个阴哥之美 新北市交通局长钟明石说 所谓的公共运输转程区Trancy Mall 可以有效的分散交通的负载 尤其适合像是三峡阴哥 这类型观光形态建构的城市 民众只要任意选择一个观光点停靠 接下来就透过公共路网接驳 可以碗遍三峰一带 这个概念就像我们现在星板特区 或林口转运站的概念 那将来我们会在这边开辟新的路线 把我们的陶翼山水 陶翼山水四大步道整个串联在一起 还有陶瓷博物馆老街 那用公车路线来绕死一个八字形的 来绕死整个阴哥的一个风景 或者是名胜或者博物馆的区域 那这样子形成了一个绵密的服务网 也就是说我们的朋友们到了这个阴哥 只要停车 你如果开车来只要停车 坐火车来下车 坐捷运来下车 那就可以搭乘我们的这个接驳的公车 目前包括了板桥的新板特区 林口以及年底即将完工的三阴这里 这样的城市样貌新思维 将会是未来交通改造的模式 也会是兼具观光价值以及城市发展原则 等了40年台中市太平区市民大道第二期道路工程 即将在8月底前完工 也是当地第一条宽24米的主干道 连接台74线与周边道路 开通之后有望疏解当地交通涌色的状况 而建设局局长陈大田上午也到场来视察了解工程进度 建设局长陈大田到太平区市民大道 视察第二期工程进度 历经一年施工期总经费将近15亿 预计最快8月底前就能完工 那这条道路呢 长度有860公尺 那都市计划宽度有24公尺 那总的造价经费呢 高达14.6亿 经费非常高 那但是呢我们市长客服万难 上任之后 体察我们地方的民情 所以就积极来筹编预算 那其中的用地费就占了13.6亿 那工程费大概将近1亿元左右 太平区第一条宽24米主干道是指标性工程 更是屯区重大交通建设 从祥顺路到宜昌路 双向四车道及两侧人行道 土地过去都是民宅私有地 经取得99位所有权人同意以协议架构 第二期工程道路将扮演连接台74线 与周边地区平面道路的角色 也能疏解交通庸塞情况 理长说这路地方等了40年 等了40年了 民众都跟我讲说 等了40年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开通了之后 相信它一定能够结缓 我们新平路二段 还有我们宜昌路的车流量 新平路二段比较 就是旧的马路 所以它的车流量很大 然后常常会塞车 所以如果有这条市民大道 它不管是南下北上 他们都一定会从这边路过 然后会比较顺畅 理长表示上下班时间 周边道路都会塞车 民众是相当困扰 期待市民大道开通后 不仅能疏解分散车潮 两旁绿化直灾 也能为世荣大加分 好的 来看到新竹县 穹林乡五华工业区大路口 用来分隔车流 防止回转和对向车辆撞上 设在路中央的交通柱 被大车撞到断掉不见了 加上120县 富林路一段到二段分隔岛 杂草过高 挡住行车市县 县员郑玉云 就会同了公务处会刊 严商改善 穹林乡五华工业区大路口 原本用来分隔车流 防止回转和对向车辆撞上 设在路中央的交通柱 现在却被大车撞到坏掉 断掉不见了 县员郑玉云 今天会同公务处 相公所前往会刊 要来严商改善 其实路口的这个交通柱 做那个车流分隔的 这个交通柱的部分呢 其实在陆续呢 就是已经被车辆给损坏了 是现场其实已经看不到了 交通柱位在路中央 当大车经过一不小心就会撞上 但大路口仍有分隔车流的防范需求 公务处将重新设置 更小的交通柱 朝向密集醒目 来避免车祸事故发生 公务处养护科 今天到现场勘查之后呢 也立即允诺说 我们的交通柱的部分呢 会尽快地把它施作回去 而且会用更加密集 更加显著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 另外120县复林路一段到二段 包含华龙 武龙 秀湖 石潭 永兴等五个村 也在村民大会上提出 分隔岛杂草过高 折挡住路口行车市县 带来危险 长达了六公里 也决议在九月份进行刊除 这五个村里面 都是在我们的浪漫台山县 我们的复林路一段到二段的附近的一些乡亲 都有来反映说 我们那个景观大道上面的杂草 有些比较已经很长也很杂乱 尤其是路口的地方 那个杂草太长的时候 会影响他们出入那个视线 还有转弯的安全 厂商也有来到现场 他们允诺说九月初的时候呢 就会做全整条路段 大概大约六公里的这个储藏 那之后呢 定期大概每个月呢 会做一次这样子的维护 后续也要和地方研绎 如何防止野草快速生长的方法 不论交通柱还是杂草 当地路段工业区出入 车流量大 都有迫切需求来做好景视和维护 让用路人心得更安全 桃园市的各级学校 即将在30号开学 由于中央预估疫情可能再起 桃园市家长 学会龟山分会集资购买防疫物资 包含有酒精漂白水和抗菌药灶 要捐赠给龟山区一共22所学校 维护血统的健康 志工们忙着将酒精漂白水搬上车 这些都是要送给学校使用的防疫物资 学校即将在30号开学 由于疫情有可能再起 桃园市高中小学家长会长协会龟山分会 特地购买了50桶酒精100桶漂白水 以及2500块的抗菌药灶 要捐赠给龟山地区22所学校 学校这边大家都要注意这个小孩子 因为他们有时候门把什么都会碰到 我是希望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学校 都能注重小孩子的那个卫生习惯 还有请小孩子他们勤起手 代表受证的龟山国中也自证感谢壮 来感谢分会的爱心 学校会善用这些物资来做好防疫的准备 对于入学新生也会做好防疫的宣导 龟山分会自证这些抗菌的 这些抗疫的物资包含了漂白水 还有抗菌的药罩还有酒精 这些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感谢这些家长协会的帮忙 我们会针对新生加强 做这些防疫工作的宣导 那也希望新生们做好自己身体的管理 面对疫情分会希望这些物资 可以帮助到学校 而学校也会加强个人的胃教宣导 记得勤洗手戴口罩做好环境消毒 大家共同做好校园的防疫工作 有人跟我告白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关心弱势贫困家庭高雄道德院 结合全国宗庙及企业团体 发放一万三千多份的政绩物品 为了做好准备呢 道德院几天前就动员上百名志工来打包整理 有的志工一坐一整天 尽管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一想到是来帮助穷困的民众 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由高雄道德院发起 50间道教庙与企业团体响应的 中原普渡政绩物资发放 共有一万三千户中低收入户及边缘户受贿 一大早到德院广场外头就挤满了排队人潮 等着领取物资 志工们分工合作将证据物资发放给民众 打开一看白米 酱油 面条 饼干 酱瓜 都是常见的民生用品 装满一大袋 就连离开之前还能领到善心人士捐赠的水果 今年以来道德院连续多次举办政绩物资发放 对于经济困窘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解了蓝莓之急 白米还有饼干还有泡面之类的东西 多多少少可以补一些 至少这大概是如果伤口之家 大概一个礼拜就不用买米了 函县道德立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上没有什么缺乏 过救助一些比较贫困的人 给他们一个礼拜的东西 可以维持家里能够度日子 那也不错啊 那因为我画这一把东西 实际上大概一个礼拜 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量力尤为 为了准备上万份政绩物资 高雄道德院号召上百名志工 连续好几天从早忙到晚 帐篷内打包的物资堆得像是一座小山 这些都是来自社会的爱心 一百二十几位一百三十几位的志工 连续包四五天 每天早上八点包到中午十二点多 他们才用午餐 这样才包得完 他们包的手都提不起来 可是他们知道要救济 大家会很热气 受到疫情影响 经济不景气 再加上万物起涨 让若是家庭负担加重 尽管这次发生的都是一般的白米 面条等民生物资 但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 已经是民族珍贵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弱势团体受助资源变少了 台中市有四名里长参选人 就结合企业发起了爱心捐助活动 募集一百七十包白米 送到育幼院给孩子 让他们能够温饱 扛起白米重担 不管青年还是壮年 米宋育幼院在后疫情时代 盼能让无家的孩子吃得温饱 不要是因为这也是 在我们七月的这个感恩节 我们讲说普渡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吃平安的 募集一百七十包白米 是在地企业的爱心 为民服务这群里长参选人 搭起了宋爱的桥梁联络育幼院 亲自把米送到 还协助搬运堆叠 因为疫情严峻的时候 很多大型厂商 或者是一些愿意捐助的人 就是因为经济上也有一些困难 所以就会做 亲自捐助的动作 那难得有这份捐助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把它推广 就是整个台湾社会经济状况不好 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多这种社福单位 他们的捐款或者是说物资也变少了 那透过这一次我希望说 我们算是抛砖引浴这样子 让大家就是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 疫情下若是捐助减少 资源取得相对比疫情前更克难 根据2021年社福团体大调查 全台有74.5%的公益团体 处于捐款人数减少的状况 而孩子刚满月为人妇的李国珍 特别关心孩子的生活 因此号召青年一同响应 抛砖引浴 米也比较容易存放 因为他们是整个包装起来的 所以也刚好也比较适合这些 3岁到18岁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食用这样 白米送爱 以服务为人生目标的基层里长 才选人 用行动助若 更期盼小小善行 发挥大大的影响力 在疫情渐渐缓和的后疫情时代 注若资源快快回流 苗栗县西苗教养院训练自立 在自家农场种植后农镇特产花生 从采收铺晒到包装 每一个步骤都由院生自己来完成 而另外也收购公馆红枣 晒成红枣干 搭配在一起制作成礼盒 和推出中秋节意卖 此外透过认购 专赠给其他弱势民众 将采收整理好的花生 一颗颗倒进盘子里 铺平散开 让每一颗花生都能够平均晒到太阳 苗栗厚龙镇新苗教养院 不但在自家农场种植花生 还制作成为教养院的特色伴手里 前前后后大概采了两个多礼拜 才采收完成 都做到晚上 晚上采收完七八点 院长就请小朋友们吃麦当劳 小孩很爱麦当劳 虽然他很大 那采收完回来 我们就开始晒 那今年一麦的两个产品 就是花生跟红枣 那我们这次一麦有熟的花生 草的咸香 另外一个是生的花生 很多老人家很喜欢生的花生 他可以自己做任何的用途 正所谓卖工出细活 自细的剥壳 花生苛刻饱满 集中起来 才能够再进行下一步的步骤包装 挑剪的过程 训练月生专注力 也能够建立起他们的自信心 老师也在一旁耐心陪伴指导 而这些用汗水种植生产的花生 包装后成为今年的中秋一买礼盒 你买回去 你自己取走的 或者我帮你寄你家 你自用送礼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去推广的是认购 那认购 比如说好 我认购一盒 四百元 我拿不到 但是这一盒会写我的名字 帮你展送给独居老人 长辈们 或者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们 一盒 9号花生是西苗农场自产的作物 也是厚容在地特色 和公馆红罩搭配在一起义卖 也开放认购 转正给弱势民众 目标是一千份 数量人未达标 还有一半得靠社会大众共同支持 中秋佳节将至 这个民众有没有想好 要到哪来添购礼品了呢 目前为福布优先采购平台上 苗栗县内包含幼安西苗教养院 声辉协进会 阿昌庇护工厂四家 优先采购身心障碍厂商 供选择 民众中秋送礼也能够做爱心 进入优先采购平台网站 选择苗栗县 跳出四家身心障碍厂商 中秋礼品还没有主意的 不妨可到这里来选择 我们这边非常鼓励 大家相信可以上我们 优先采购平台 那这个平台是在我们社家属 那我们非常鼓励 大家可以优先采购我们 生脏机构团体 或者是庇护工厂所生产的物品 那在我们苗栗县有四家 四家厂商包含幼安西苗教养院 声辉协进会 阿昌庇护工厂 其中幼安西苗教养院 都有推出节庆礼盒 民众中秋节送礼 不只心意满满 也将爱心化为实际的行动 阿昌庇护工厂 有清洁打扫 清洁用品 声辉协进会 有可爱的手作品 县福也鼓励更多的 身心障碍厂商加入平台 苗栗县政府 其实也非常鼓励 我们其他的机构 社团 多多加入我们 优先采购的平台 那接受我们 优先采购平台的一个辅导 那有少量 然后慢慢的制造多量 那其实因为 加入这个平台 那曝光度才会高 那才会 让大家 跟社会大众知道 你们所生产的物品 身心障碍 厂商 行销不易 优先采购平台 能够增加曝光 让民众选购 有更多的选择 新北市三峡区农会 日前举办了一场 相当有意义的食农教育 结合农会的绿色照顾班 由当地国小学生 担任降师 以当季献采的碧螺春茶 来款待65岁以上的长辈 象征传承及银把照顾 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先用热水 把这个杯子要用到的用具 把它温杯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温好 然后之后呢 后面之后要就是 把茶给它放进去 然后之后再倒入热水 三峡在地国小学生 这一天化身小小茶师 为面前这群引发长辈 讲解碧螺春泡茶技巧 对啊 它喝起来是甘甜的那一种 然后就是你喝完之后 会有回甘 然后仔细尝的话 它会甜甜的 就像有些人会直接一口干 这样它没有办法尝出 它甜甜的味道 小茶师不仅茶泡的好 对在地农场更是如数家珍 这是三峡区农会 首次尝试举办的食农教育 扶老稀幼 善尽社会责任 在满市茶厢的老茶厂 举办在地教育 让传承的意义展现 而回味古早三峡的产业 一些那个朋友 这个种茶是三峡很重要的文化 有没有让你想到小时候的故乡的感觉 有啊 我家以前有种茶种很多 现在再回过头来喝茶这个感觉 很高兴 现在正是三峡碧螺春绿茶与蜜香红茶的产季 三峡区农会希望透过实际动手作 让国小学童也能够了解茶的生长与采收 还有饮茶的文化 这次有办一个绿色照顾 是希望说我们年满65岁的老农民走出来 有农会来帮他们上课 那包括在养生方面 或者在一些私农教育的部分 来做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所以说我们这次 藉由我们的那个大辽文化馆 有我们小朋友亲自泡茶给我们的长辈喝 做一个传承的意思 让我们小朋友奉献给我们的长辈 那长辈也欢喜吸收到我们小朋友满满的爱 以家乡的山林环境作为场地 结合了蓝蓝与花艺的桌式 再搭配自己动手做的茶点与茶饮 不论是国小学童一直到引发长辈 大家用茶传承文化 用茶散播爱心 救命 救命 救救我的女儿 叫 大声呼救 叫 打电话求救 升 无限延伸救援力 抛 把飘服务抛给溺水的人 滑 能用大型符具 快速滑向溺水者 叫 叫 声 抛滑 就逆五步 越沥无沥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桃园市新屋区有11座叫完整的石户 其中就坐就位在科间里 而另外有两座在深郡里 其中石户群236号已经登陆为文化景观 经过地方努力今年又有三座石户完成修复了 预估明年将有9座石户能够完整重现 石户是过去渔民利用潮汐捕捞渔获的陷阱式渔法 虽然渔月凋零石户也跟着逐渐损坏 桃园石户协会及新屋爱乡协会受到市府委托进行石户修复 最近全来好消息 在地方的努力下又有三座石户将在今年完成修复 最近已经维修过两座了 六号石户已经维修完成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深郡石户这边 深郡石户这边我们目前的状况也是维修 算是完成了 新屋区有11座造完整的石户 9座位在科间里 两座位在深圳里 其中新屋科间石户群236号已经登陆为文化景观 以目前的修复进度来说 预计明年就会有九座石户能够完整重现 石户修复除了需要技巧及人力 还需要抓紧潮汐时间 若是碰上台风或是东北季风 修复时间可能从三到四个月延长为半年 之前在修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在二月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东北季风 其实修十米大概会坏掉两米 就是这样子进进退退这样子 在台湾会修石户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不让技术失传 户主除了船子也透过举办活动吸引年轻人 认识这项传统记忆 未在苗栗县外埔渝港的河欢石户 不仅拥有百年历史 更是后龙镇重要的观光景点 但长期受到海水盐分侵蚀 堤防护栏、凉亭都已经损坏了 镇公所就向水利鼠反应之后 由二合局进行修缮 就连堤防步道也一并重新来铺设 整体环境是焕然一新 掌潮时海水灌境自然能够把鱼虾带进石户里 这是新人捕鱼智慧 更见证渔村的发展历程 为在霍隆镇外埔海岸的河欢石户 拥有百年历史 新一许多游客照访 而站在堤防上 就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景致 但这海堤路面 以及可以供遮阳的凉亭设施 受到了海水盐分 海风侵蚀 顺坏严重 其实外埔石户那边 我们对它期待非常深 它是我们这个西海岸仅存的 可以有捕捞 还有捕捞功能的两座的石户 而且现在很多乡亲 都还仰赖这个石户 在做一些捕捞的行为 甚至可以贴补他们的家用 那么这个石户的桌边 相关的观光客进来的就很多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能够在这个桌边的一些海域 以及一些相关的设施 能够把它完建起来 能够建潜起来 为估计游客安全 也未提升油漆品质 霍龙镇公所向水利署反映 由二合局进行行水工程 目前已经完工 我们透过陈昌明委员 然后帮我们这个申请 向二合局这边来申请 所以二合局在去年 就已经把这个石户上面的 周边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海堤 海堤的一些景观 海堤的一些设施 重新都整理过了 那现在已经整理了 换南一新 很多乡亲都觉得 这样整理起来很棒 堤防步道的铺面 重新铺舍之外 也将秀石的湖南重新换过 凉亭也重新整理过 让堤防海岸整体环境 设施换南一新 以迎接游客照访 促使海岸风景更加美丽 苗栗县政府获得台电公司 支持补助 共同推动海洋观光 办理通宵镇滨海景观 提顶营造工程 规划在白沙屯拱天宫 还有新浦国小旁的堤防 增设彩汇风车 以串联白东新浦两地的观光动线 海岸堤防充满宗教人文风貌 将通宵拱天宫百沙屯 挖住进香点意象 绘制在堤防上 让游客路过经过 都能够一眼就看见 为苗栗海鲜观光华林点金 县政府自筹80万 并获得台电公司的补助300万元 办理通宵镇滨海景观 提顶营造工程 非常感谢陈昌明委员这里 协助我们跟台电公司 来进行争取计划 那最主要是利用这个 在拱天宫后方 那一直到新浦国小这里的堤防 因为平常都是在庙前 广场有很多游客 那现在开始我们陆续 会把游客导入到这个 比较属于白溪里这一边 就是到堤防这一带 这个堤防呢 我们就会预计来设置一些 彩绘的风车景观 海铁营造工程 规划在拱天宫 以及新浦国小后方的堤防 要增设总共有16座的 彩绘风车景观设施 希望能够结合宗教人文 以及生态等元素 那来帮忙画龙点睛 那先前也是这个台铁局的协助 所以我们让这个白沙屯的火车站 让它具有这一个 马祖的这整个进乡的一个意象 那在这一次呢 在台铁公司的协助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整个 油气动线拉到沙滩提顶这一边 结合宗教人文生态等元素 海铁营造企图将拱天宫白东底 新浦渔港 新浦国小等严性景点 一路延伸到白沙屯火车站 新浦火车站 一完整观光动线 推动休闲农业三亿乡双坛社区 成为苗栗县的临头羊 今年呢荣获全国卓越奖 为了进一步有效来盘点观光资源 协会整合了三亿乡农会 9月18号办理休闲农业梅合会 希望串联不同类型的店家 共组休区站队 迎战后疫情的旅游商机 开心分享获奖荣耀 苗栗县三亿乡双坛社区 不但是全国十大经典农与春 在今年的休闲农业区 品鉴竞赛当中 更是苗栗之冠 在下全国主约奖 就先协会理事长 廖珍村感谢每一位的伙伴 努力和陪伴 本来我们的休期大家都会很合作 可是之前我们也 比较不晓得怎么操作 那我接任了之后 我就是用一个家的一个观念 邀请我们这些 我们的业者家人 一起来努力的去做 那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的 那当然也很荣幸的 长官们也认为说 我们真的是做得还蛮好的 那我们今年就拿到了 全国竞赛的卓越奖 那这已经是 就是已经名列前茅了 以三亿双坛旅客服务中心为基地 每天都开门迎接游客照访 不但集结了休闲区的农产 也不断开发特色办手地 而如何持续保持着月光光站立 并开发旅游商机 协会和三亿双农会合作 9月18号办理休闲农业美和会 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个主要奖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在带领的 能够在走在所有的 休闲农业区的前面 那所以说我们今年 才会也想到说 来办这个很有意义的路跑活动 那当然三亿双农会 他们也希望说 其实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长官也看到了 农会也很用心地 把这些美和的活动办出来 让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说 其实我们三亿真的是在动起来 美和会希望能够将苗130线上的店家 做有效整合 并扩大到整个三亿地区的旅游业者 为旅客包办住宿 餐饮还有农产办手里等等 共主休闲农业区观光站队 要把握住后疫情商机 新竹县竹北毫米陆续获得全国冠军米 建立起好口碑 而农会就举办了稻米达人赛 今年吸引了13位农民来参赛 依据外观、杏状和食味来进行评比 虽然说今年的病虫害严重 但米饭口感依旧Q弹 品质比去年提升了 最后由陈文质夺下冠军 竹北市农会今天飘出农农米香 原来是豆米达人冠军赛举办 评审们弯腰低头 细细看每一盘的米粒外观 要来选出最会栽种优质豪米的农民 今年吸引了13人来参赛竞争激烈 连续三年的苏龙 我们已经建立竹北豪米的好口碑 并且获得各方的好评 也奠定我们在竹北梁芝米 桃园三号品种的形象 今天我们再度办理一个 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豪米组的相声式赛 我期待今天我们的13组的参赛者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佳机 竹北稻米栽种秘积广达1300公顷 品种有台南11号 台庚9号 桃园3号等 年年举办豪米组相镇赛 农民细心栽种 包含生育整齐度 施肥田间管理等 种出豪品质 陆续获得十大经典豪米冠军 全国明米冠军 建立起竹北豪米的好口碑 今年桃园3号 台南11号参赛 评审依据豆米外观性状和食味进行屏蔽 虽然今年病虫害严重 米粒外观倍概率高些 但米饭口感依旧Q弹 和去年相比品质有提升 还是有一些是香米 所以它吃起来还是蛮 米饭蛮Q弹的 跟这个去年来比 因为今年有明显几个是比较好吃 所以在品质上面有比较提升 虽然病虫害比较严重 但是农友还是会注重品质 所以这个比赛呢 在这个口感吃的方面呢 有比去年好 米质十位评鉴 最后陈文氏 以高雄147号的毫米品质 拿下了米王 将以竹北冠军米的殊荣 前进全国赛 要延续前几年的家机 夺下全国冠军米的宝座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恒灾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 也能充容应对 桃园市青年事务局 针对不同产业 设立三大清创基地 其中A2、V2 多媒体产业为主的 安东清创基地 开始招募进驻团队 基地透过大手拉小手 学院计划提供给团队 研发补助创业贷款 和产品行销等协助 也欢迎有意的 青创团队向基地来提出申请 为了提供青创团队 整合性的创业服务 桃园市青年局 针对产业类别 成立了三大清创基地 其中为在桃园区的安东清创基地 将开放招募新的团队进驻 基地是透过大手拉小手 学院计划 由业师提供专业辅导 让团队可以快速步上 新创的道路 安东基地里面最特别的 我们有一个大手牵小手的专案 那这专案是沿用 中央经济部的一个专案 我们邀请了很多辅导业师 例如上市公司的老板 资深的会计长等等 来协助新创团队 针对他的新的同路 新的商品 新的商模 那怎么去改变 然后创造业绩 由于安东基地 是以AR VR多媒体产业为主 因此有多家从事网路 及元宇宙产业相关的团队进驻 这个VR装置抗蓝光护眼技术研发团队 是在今年进驻基地 透过基地的协助 在业绩上确实有明显的成长 其实我们成长非常的多 我们从今年进驻之后 除了我们自己去开发的客人之外 那安东基地也帮我们介绍 业绩应该有增加到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小企业来说 是非常 进展非常的多 而这个从事空间 线上租借的团队 则是透过基地的业师辅导 快速解决创业时所遇到的难题 然后在这个安东基地当中 有非常成功创业成功的人士 这东西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让他请教 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是人士怎么样管理 第二件事情怎么样去分工合作 然后最重要是可以在这边 可以认识非常多的 共同的创业者 创业当中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在这边呢 有很多人都有解决这样问题的经验 这些东西帮助到我们非常的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安东基地从即日起至8月26号 受理进驻团队的招募申请 透过整合性的资源协助 期盼能帮助青创团队跨出创业的第一步 水浸墙面一般给人家冷冰冰杂乱的印象 苗栗县县四名青年艺术家 就选定苗栗市散水源相旁 和文化国小后方的水浸 把水浸墙面当成画布 以高压水墙局部来清洗墙面 脏污还有干净区域 因此有呈现了一个对比的模样 来呈现图案 也达到美化效果 苗栗市田辽墙上游水泥墙面 鱼群图绘创作吸睛 虽然范围不大 却为环境美化加分 蛮特别的 真的就是有一种艺术的感觉 艺术的感觉 对 有没有觉得这个水墙 因为有这个图案变得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比较美观 白色鱼群就是透过不破坏环境 返向涂鸦 以高压水墙局部清洗 干净脏污成对比 这次的创作由四位苗栗青年艺术家 自主发起 让民众对于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增 多一些留意 除了这一处 还选定文化国小后方的水增 以细胞生物系列装点 青年艺术家期盼 未来有更多的创作机会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跟在地的学校啦 或者是幼稚园一起来去创作 让大家去思考自己跟水增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也许有些人想象的是下去玩水 那我们就可以来创作玩水的图案 有些人看到的是这里下有丰富的生态 那也许我们可以在创作 例如水草啦 或者是其他虾子 甚至有人说底下有看到鳖 那我们也可以画鳖的图案上去 反项涂鸦会随着时间被灰尘盖掉 期间限定的作品得好好把握 欣赏的同时也清净水尊 将艺术教育向下扎根 也让艺术成为生活养分 苗栗县艺术家李如意特地规划了 苗栗桃种子教育计划 期盼成功募资 将桃绘本赠送到县内114所国小 让桃艺文化走进校园里 用桃绘本说故事点亮孩子们心中的桃精灵 苗栗县艺术家李如意 与在地的插画家王玉玲 不但创作《泥土大变身》 《摇里的秘密》两本特色绘本 以同去视角带领孩子展开 桃窑产业冒险旅程 现在更透过募资平台 让桃绘本有机会前进校园 埋下桃艺的种子 这次的计划是用桃绘本说故事点亮孩子们心中的桃精灵 那这两本汇本是苗栗县春落艺文向下扎根计划的产出 汇本产出 那我们希望苗栗县114所国小的书馆 我们经由这个募资的活动 将这两本书赠送到每一个国小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能够阅读 埋下心中桃艺的种子 那我们也希望做这个传承的动作 让我们的汇本能持续做推广 募资方案依照不同金额可以获得不同的赠品 有隐藏版明信片 桃艺体验组 拆烧小茶杯等 若赞助1万元 还能安排公益DIY桃艺课程 亲自体验手作的乐趣 募资计划也有推出不同金额的组合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汇本 以及想获得材料包的朋友 募资1000元就可以拥有这些品项 那如果是1万元的话 我们会在您指定的活动地点 办理一场公益的桃艺课程 那人数上限20人 我们会有失资以及材料烧摇的部分 进行课程 那这些款项呢 我们也会一并进入这个募资的平台 那我们就会将汇本一起送到各个国小 募资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 希望大家勇略支持 募资成功将桃汇本赠予114所国小 点亮孩子们心中的桃精灵 让更多人认识家乡的桃产业与桃文化 推广客与桃园市大园区公所将从8月20号到12月4号 举办14场的客与说故事活动 邀请了客与新船师带着小朋友 导读客与绘本 课程不单是完全免费的 活动结束 还可以将可爱的绘本直接带回家 拿着绘本导读 那以学生一步步进入客与世界 推广客与生活化 大园区公所将从8月20号到12月4号 连续举办14场客与说故事活动 邀请客与新船师到大园图书馆 为小朋友们说故事 并搭配节气庆典加入DIY手工课程 8月底开始一系列 有14堂课的说故事 邀请不一样的老师 每一次上课都有一本故事书 那我们一到有十本是 我们的在地文学家 张洁明老师的故事书 谁知道什么叫做反天 有没有人知道 新船师在台上说故事 说得卖力 台下学生也听得入迷 从绘本学课与 好处是故事本身就有足够吸引力 能让学生轻松记得单词 就像是在游戏中学习 那你今天学到什么客家话 山里 还有猪 那是什么音乐 就是这个扇子 然后还有猪 那你今天学到什么客家话 剪刀石头布 是什么意思 剪刀石头布 希望他们在学校 不管是生活哪里 有机会可以讲课语的话 就尽量说课语 因为客语生活化 才能达到客语传承的目的 客语说故事活动 从节日起开放报名 登场限定10人 活动不但完全免费 来参与的小朋友 还能把经典客语会本 带回家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年满14岁就能领取国民身份证 但您知道吗 民国36年开始 才开始普发身份证 历经五次的换发 才是现在的版本 而过去的身份证 还需要按指纹 写行职业等资料 台中中区的护证事务所呢 为了让大家了解 身份证的前世今生 就在入口处办了严格展 现在只要年满14岁 人人都可以领身份证 但是在民国35年 这张身份证可不是人能有 民国35年10月 台湾光复只有公务员 才有资格请领身份证 隔年36年才开始全名普发 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早期的身份证长什么样子 第一版的身份证36年的 它是有指纹的这一个特色在 接着呢 接着36年之后就是43年版了 那每一个的身份证 43年每一个10年的一个患证 它的特色包括以前有血型 我的一些的职业的筑记 还有我的亲属 类似我的个人的资料 全部在一张身份证都可以看得到 国民身份证历经五次换发 第一次民国36年 需要年满18岁才能请领 但民国43年就改为 年满14岁就能申办 而随着科技进步 民国75年换发的 有手写及电脑列印两种版本 而最近一次换发是民国94年 连照片都是扫描列印 更多了防卫功能 我们空白证的空白证号码 再来就是这个胶模的 胶模那个号码 所以这两个号码是 专属于这张身份证的 制作的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专属号码 所以呢这个是属于要防卫 真的我们的心情就要印血型 可以可以来领 那时候领就是比较 比较费质 比较麻烦 以前还是要用刺 还比较慢 胶皮还用大 现在都用这样扫描 不用扫描也很快 中区护所外的长廊 展示从民国36年至今 普发身份证各式版本 从手写到列印 各自不断精简 让洽工民众轻松了解 身份证的历史严格 好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七岁里呢 这边有众多庙宇的特色 他们特别在里内后巷呢 以剪纸的艺术来呈现 像是老鼠曲青 以及庙宇相关特色的艺术创作 接着透过镜头一块来看 热闹的庙会活动 可爱的老鼠曲青 这一幅幅剪纸艺术墙面彩绘 源自于中和积穗里内 庙宇众多香火鼎盛 立杖结合庙宇文化 将后像彩绘变成艺术宝地 连颜色都是精心挑选过 同艺术啊都写很多张 哦 跟我一直发出来 我也很感谢 祝福这么配合啦 要发这个颜色就是为什么 黄色比较亮 跟绿色配合起来 哇 大家都很有朝气 因为我们是老一辈的了 所以我们画起来我们就觉得说 我问那个住户说这样好不好 他说可以啊 也保护他们的墙壁 而且走起来又很舒服 因为我们这条路真的很多人在使用 污水接管完成后后像变得宽敞 脏乱环境获得改善 配上明亮的墙面彩绘 居民往来市场公庙都更放心 米厂炒得比较好多了 真正暗暗 现在这样转了 如果说去廟的 去拜拜 去土 去找人 现在更好多了 现在很方便 现在很方便 在新北市府的努力下 中和区污水接管率高达64% 在污水接管完成后 师座的后像彩绘 带给居民更优质 明亮的生活环境 水彩画家刘美嘉 是一位专职的家庭主妇 在孩子长大之后 她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 五年前 拿起画笔学画 许下了生日愿望 是在60岁开画展 今年她刚好满60岁了 而且能顺利圆梦 刘美嘉各展 正在桃园市的中立艺术馆展出 水彩画家刘美嘉 在中立艺术馆举办各展 在展出的作品中 她找出最喜欢的是 这件晴根晴根 作品画的是花东平原的早晨 太阳刚出来 一位农妇辛勤工作 而阳光洒在香蕉树上 充满田野的风光 看到那个田间一个农妇 在很辛勤的低头耕作 然后阳光洒在这个香蕉树上面 然后那个光线透过香蕉叶 然后穿透到这个地面上 那种透明的感觉 让我觉得这整个情境非常的美 还有这件归来归来 虽然画的是海归归来的画面 但她更想说的是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让海外流浪的旅人们 能够尽早归来 在2019年开始 我们这个全球的新冠疫情 让我们很多的学子 很多在外面工作的家人 在国外工作 都没有办法回来跟家人团聚 那这也是我的心愿 希望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 可以想到说 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也就是他们的家人能够回来 刘美嘉毕业于实践家专 在结婚生子后 是一位专职的家庭主妇 后来孩子渐渐长大 她兴起了创作的梦想 五年前再次拿起画笔 到台义大修学分 五年后她果真如愿开画展 她说这是给自己 60岁的生日礼物 而她真的圆梦了 我希望自己能够情根情根 很勤劳地在这一块领域上面 努力做我的创作 然后有更多的话 帮大家欣赏 刘美嘉作品展主题为 意犹未尽 她用双脚走访台湾仙境 用画笔画出最美的一刻 人说活到老学到老 刘美嘉不但努力勤学 更专注于创作 用画笔画出属于自己 最美丽的精彩人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感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 每天晚上八点 提供您最贴记迷的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她了 从那天开始 她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新一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刑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 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紧接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救逆飞风队 叫叫声抛滑 救救我的女儿 叫 大声呼救 叫 打电话求救 声 无限延伸救援力 抛 把漂浮物 抛给溺水的人 滑 能用大型符具 快速滑向溺水者 叫叫声抛滑 就逆五步 又离五步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藤灾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有这些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